电堂级公关主持 何安达 林毓华 资深传媒工作者 从事公关多年 客户包括大企业和国际公司 危机处理专家 传媒训练资深导师 何安达 曾任重要政府公职 但一定不是白公发言人 林毓华自招误入歧途 成为新闻逃兵 两大高人联手主持 关公电堂 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 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 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 又到我们关公电堂录音时间 今晚直播出街 Peter 我觉得我们既然说到公关 今次我很想由英国首相 开始讲的 因为过去周末 基本上星期五 去了印度 官式访问 这些首相出房 应该很细心安排 还有大家知道 现在 约翰逊在自己家里 急急可危 因为开派对 开到 可能连自己的职位都保不住了 所以这个外访 大家都觉得 他会不会可以 在热厨房那里走一走开 借着外访 可以有一些 比较好 正面一点的报道 出来 避一避风头 他上一次放假 之前也说过 他去烏克兰访问 那次 其实是不错的 因为去到烏克兰 基本上大家都站在烏克兰那边 整个地球 主要的舆轮都在烏克兰那边 所以他去到那里 其实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我们还说过 他收到那个小红鸡的陶瓷 一个很好的形象 但这次去到印度 简单来说 三个字 就是糟糕 会不会因为事先张扬 所以反而是铺排得不好 其实这个外访 他们说是安排了很久 因为现在多事 所以迟迟 到最近 刚刚早几天才可以成行 去到很多细节 其实都可能不是考虑得很周长 其中一个主要的行程 当然在议程里面 英国和印度做生意 很自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 邀克兰就很想 尽快和印度有一个 自由贸易协议 因为你知道脱欧之后 其实都 英国都要很积极争取 和多些地方做生意 找一些新的市场 印度在 邀克兰他自己 自己说的 说话里面 就是说 印度 印度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世界贸易的地位 他的说法就是 英文可以说的 印度洋和太平洋 就是世界地缘政治 现在就开始向那边倾斜 就是那个 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重心 所以和印度做生意 而做的大生意是很重要的 那他这次去呢 就去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探访 一家英国在印度的建筑公司 一家建筑公司 就叫做JCB 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下 一家很大的建筑公司 也有做自己的 一些 产套机 大型建筑机 为什么他特别选这家呢 因为 后面的老板 都很肯捐钱给保守党 所以去到那里 给面子了 很自然 手上去到 印度本土 这个JCB 他就要去探讨 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在印度的一个工业区 在西印度的 他就要搭直升机去 印度政府原本安排了 是给一架俄国际的直升机去飞去 哈哈哈 哈哈哈 现在后来好像是印度的时报 Aliantime 就写出来 他要求 是要求 印度政府 想要改 用一个美国际的直升机飞去 是 是 就不肯搭学国际的直升机 那当然 就是这次 就是 你可以说 美出事之前 就已经化解了危机了 但是 别人当地报纸就写出来 是 但是 这个背景 其实也很弊的 大家知道 印度在 乌加拿这个事件上 其实就是 你可以说 有些少倾向俄罗斯 因为印度和俄罗斯做很多生意 印度很多的军事截备 其实都是 都是 外国那里来的 所以 这里看到 大家立刻联想到 哇 你这样 就是 去这个时候 去 去 去印度 其实是不是已经 选错了个时机 就是选错了个时候 是不应该 那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已经第一个 一去 一起飞 其实已经被人说 就是 那么多地方 不去 去印度 就是 尤其是 你都刚刚去完 乌克兰 好了 那这个都不是很大问题 但是他去到 结果去到这间 JCB公司 那他就 你知道 杨恒信 就很喜欢拍照 到处 做很多photo-op 出来的 那今次 他去到 就 都 挺有活力的 那样 就爬了上一届 那些 黄色的产套机 就是这间公司制造的 就拍了一张照 那本来 一张照片 其实你去到别人 就是去到访问一间公司 在那间公司 英国制的产品 和他拍一张照片做的宣传 可以说是无我后悔的 是 不过这个问题 真相一出了 就立刻是被 英国的传媒闹 亦都被印度的传媒闹 印度其中 他们那个 Amnesty International 印度 即是印度的特赦协会 就立刻出了声明 就罵他 说他是无知 说他是英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没多久之前 当地的政府 即是印度的地方政府 就因为要发展 就将一些 即是印度大家知道 其实是 伊斯兰教 就是穆斯林 相对来说 是 是 是 他们发展的时候 就是用这间公司 的产兔机 就恐灭了别人的民居 恐灭了别人的店铺 是这样去发展 是 是 就是对印度来说 这个是一个 当地来说 一个很大的 冲突 来的 即是 印度 是 印度 是 但是 对于 今次的地区发展 是 这下 已经是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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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惨的是 如何呢 最惨的是 来自 自己的记者 自己的记者 他去到 当然有和 当地主人家 莫迪总理 莫迪总理 开会 就说了很多 他也有说到 就说 提到 是 烏克拉人的事 但是其实 就是英国的传媒 就很 在这件事上 就是 很有怀疑的态度 就是觉得 印度很可能 其实就是 你做很多事情 就是军事上 军火 各方面的事情 会不会 就是他们的说法 就是帮俄罗斯 漂白一些东西 嗯 就是 譬如你说 加强合作 就是英国的技术去到 其实会不会 一个屈尾十呢 又去回俄罗斯呢 又去回俄罗斯呢 然后俄罗斯 会不会由印度 将他的东西 就出口去外面呢 那样 但是都不要紧要 那样 都挺老头的 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 就是两国元首 建元 就是两国领袖 建元 建元之后 通常都会有个联合记者会 是不是 就是两支角旗 放在那里 一人站在一边 答记者问题 但是呢 就是莫迪呢 其实你可以说 他那个领导地位 相当稳固 他用很多世间媒体 但是呢 就是很久都没有开记者会了 嗯 是 他们那边的说法 就是他几年没有开过记者会了 已经是 那我才知道 你若翰逊来到 都不跟他一起开记者会 嗯 结果呢 是 若翰逊自己一个人 一支谷 就动在印度国旗和英国国旗面前呢 嗯 就自己在那里 在那里 开一个唱读角 读角戏这样去见记者 那其实画面呢 是 已经是失分了 是 就是你去到别人外面 访问 当地的主人家 都难得跟你一起开个记者会 多没面子 是 多没面子 跟着呢 就是没面子 没面子他都习惯的了 哈哈哈哈 你说 那些政治人物里面 那些政治人物里面 是面皮厚的 是 当然了 那些政治人物基本上 那个 那些叫做什么 基本功 就是要后面皮 是 是 但是约翰逊 尤其是 我觉得起码给我的感觉 是这样 就是他都说之理 你骂我骂我骂我 是啊 在国会上他的在野党 就不停批评他的无耻 哈哈 所以我想他说之理 就是总之我去到印度 就尽量 就是 这个议程就是 英国做生意 英国国际上高的地位 怎样重要 是 是 手上呢 在国际间 那个 就是 那个地位 怎样可以突然出来 是 好了 但是呢 当然 就有英国记者跟他 嗯 但是英国记者呢 我坐你都傻 哈哈 你做什么生意 他就猛地想说 就是今次呢 如果要签 那些商贸协定 那些 英国公司去投资 那总共呢 是会制造 一万一千个职业职位 嗯 是不断地说 很强调 今次去一去 一万一千个职位 已经做了 但是那些人数说 哇 你那些是什么来的 有些公司小到呢 是只有15个人的 他都计算下去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是被人看到 都是挺 怎么说 就是用英文来说 挺desperate 是 哈哈哈哈 就是心急到呢 都不理了 就是假到 要抽救货 是啊 就是被人觉得 印度这次访问 会不会也得罪了印度呢 因为他又说 他呢 要去 是堵塞漏洞 就不想将英国的产品 就 妖到呢 是可能去了 俄罗斯 是啊 人家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讲 就是你 不是 印度在这方面 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 我答应你 不会 没有那些东西出来 现在反过来 是英国 英国 是很心急 想和印度 有一个自由貿易 是 是 那是英国 那 就是 刚才说的记者会 那些英国记者去到 就是完全都没有兴趣 是 是 是 问手上 关于印度 怎样做生意 不是问那些问题 完全 一开声 就立刻 就是问回他 英国本土的政治 嗯 就是刚才说 你一开始说 自己家里的国会 那里 自己的后座议员 都搞不定 是 其中一个记者 说问得很辣 嗯 问得很辣 他就说 基本上意思就是说 猫有狗命 就是这个 这个说法 是在英文里面 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 我认为我们 中文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那他就说 猫有狗命 嗯 那 手上 请问你剩下多少条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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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政治散告 当然是 就是这次 你就 就是 叫做 过了一两个危机 就是 都 一直上台之后 很快就说 有 有 但是过了一次 又一次 但是今次这个叫做 party case 就是 这个派对门 就 考验挺大 嗯 就是 就这样 他那个答案 嗯 其实就 都 都 讲得 挺有趣的 他就用回 就是 你用猫这个 这个 比喻 他就用回 猫来说 他就说 We had a pretty good cake of the cat yesterday 那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 是在 在隆敦 就是 国会里面 就 国会要求 就是 很大要求 就说 要 有 大家知道警察 就有调查 嗯 就给了 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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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我们经常说 那个 就是 公务员自己 手上委任他 或者公务员去查 那份报告 其实是未公开的 是 因为警察先出了 那 这份报告呢 现在说 就是说 里面有300张照片 嗯 500页的文件 哇 就是大家觉得 你有难 嗯 就是今次 今次 你都不知道 如何应付一个 一个 这么细节的报告 里面应该 很多 很多 细节 是说出来 是 首相和他那些 亡烈其他官员 嗯 在 在 他们 抗疫期间 自己犯规的事 是 好了 那他的意思 就是 国会跟着就说 要求 国会都来一个 自己国会的调查 那 保守党 就是 韩信当然是 作为党必 你 你这些事不要搞 就是不要 在国会里面 做这么多声气 就要求自己那些 保守党的议员 在这里上告 就是 蓋低他 但是呢 就反过来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呃 因为他们自己都要顾本地 自己自己的议职 他就知道选民的 那个 傾向 真的 所以 就不听他 知道 就是 今次在这件事上告 就不听 党边的指揮 就是 不听 不听 手上的指揮 嗯 嗯 那 意思呢 就是 我们昨天有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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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意思就是 Peter 你打工 在公司那里受了气 嗯 家里 就是 你在公司 不能骂老板 不能骂同事 是 结果回到家 怎样啊 对那些宠物也出气 哈哈 不让老婆拿 就偷笑 唯一可以 是出口气的 就是发脾气的 就是踢下自己的猫 嗯 那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那只猫 我就是那只猫了 就是已经被我自己的那些 后座议员 昨天 就已经踢了一脚了 哈哈 那他立刻立刻就说 我不是鼓励若聪 哈哈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还想怎样啊 我在这件事上告 都已经是 就是 是 是 是被我自己的党友 是 过了一栋 哈哈 就是出了 就是在记者会上告 本 就是在印度 印度期 和英国期 前面 结果都是被人问 简单点来说 就是你何时下台 是 那这个都未算 就是你都未算 就是 还有一个是 是 是 Sky TV Sky TV 有一个 那些访评的节目 就是访问的节目来的 就是 叫做Rigney 就是 那个主持人 就是他自己一个访问的节目来的 那那个主持人 那个女主持人来的 就跟他飞到去英国 就是 就是 牵着手上 那我飞到来 就是手上 其实就安排了一个访问给他 嗯 那很短的 就是访问不太长的 那几分钟 是站在 站在那裡 后面呢 就是一些 就是印度很典型 一些建筑物 那样 就两个人站在那里做 嗯 那个背景呢 你可以说都 挺漂亮的了 就是 但是呢 就是了 一来到呢 又是问回英国本土的问题 是 那这个访问呢 其实就 呃 尤其是很不耐烦 有些发脾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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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简单来说呢 就是整个印度之行呢 加不了分呢 就无论在国际上高 嗯 无端端挑了一个 俄罗斯的问题出来 是 是 跟着呢 letters 是 是 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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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都是走不掉 怎樣走不掉呢 我們稍後再講 但按常規是不是在這次Sky TV 那個特別安排的訪問 應該大家有些默契 有些預先的 有沒有些君子協議呢 回來講